众所周知 这一次我们直接来到龙虎争斗模式3.0的先锋服务 来再一次测试这个特性的效果 而这次龙虎争斗模式也做出了非常多的更新 比如说我们终于可以在游戏里通过语音跟队友沟通了 谋主找不着 谋主去哪个了 谋主在哪的 也不见十八号令 我们各自为政 各自为战 而恰好 我们这次拿到的特性就是卫武加红颜效果 卫武的效果就是要我方队伍只要存在两名卫武的武将 就能获得完整的卫国阵营加成 而为了完美适配这一特性 我们搭配出了曹操 SP寻语 以及关羽的女儿关羽品组成的阵容 虽然我们无法让曹操得了他最终于的武将关羽 但是 有契恶我养之 也不是不可以 无耻老贼 而这位命狗头军士 我定能让他们在龙虎争斗模式里 再次伟大 那么在经历了三四分钟的配将之后 我们分别组出了由王元基、SP马超、SP吕蒙组出的潜龙马超队伍 曹操、关妹、SP寻语组成的超运棋 以及一个由吕布、黄玉英和周泰组成的碰瓷队伍 那么比赛正式开始 我们必须立刻执行队伍的调动 因为在3.0版本当中 游戏的节奏被进一步加快 正式比赛的时间从原本的一个半小时 缩减成了一个小时 此开局就能获得首败称致的龟属权 来让我们进行调动 局势变得更加的紧张 这也是为什么我可以双齐兵阵容出战的理由 于是很快啊 我们的队伍在8分钟的时候 就达到前线西关的位置 并在12分钟的时候 抢到了第一块千层地基 而这个时候 对方的队伍居然想阻止我攻占地基的结算 但是没有关系 看对面的兵种是个狐暴棋 那么这个队伍必然是个突击队 那只要派上 我们这里减少拉满的超硬棋 必然将它直接拿下 OK 这里刚好能保住 OK 曹操 曹操 胜利了 我跟你们讲 聊机器又怎么样 在我无限减伤面前 你又是如何 我们这一队我跟你们说 硬得一匹 硬得一匹 你不才还要硬我跟你们说这一队 胡痴老贼 那么在顺利拿下地基之后 我离开让所有队伍进行回程 接着再立刻前往前线 这个时候我们的积分 就已经领先队面的一半了 开了这一把 队面的执行力并不是特别的充裕 那么我们直接让队伍往队面层次进军 对面的小小藤甲兵 居然妄想住着我飞雄军的铁骑 哪怕在城市附近 有酒吧加持又如何 骑兵克之顿兵 此战 优势在我 小小藤甲兵 你敢拦我 我靠居然没打过 小小枪兵 我怕你吗 我靠 看来没有兄弟一起冲锋 队伍还是比较容易被吃克制 咱们这一路攻过去 还是有点混难 不过现在优势这么大 去别的路收拾战功 也没有问题吧 原来还有高手 原来在新的龙虎争斗模式里面 增加了一个全新的名将指挥计策 指挥可以召唤名将福波加勋进行战斗 这个武将有着36万的兵力 玩家在他附近还能享受移动的98加成 就像叶问看了加勺林参加二战一样 不得不说这次新出龙虎争斗模式 节奏还是非常的坏 在我们拿下毒蚁和凭借福波将军的加持之后 也是一路带队直接拿下了比赛 再也不用那么累 一场战斗打一个半小时 咱们这红颜特性的王源基 SP马超和SP里蒙的潜龙枪 对我表现还是不错的 基本都能打出连串的战爆 没有白费 OK好战市场回家 至于这个超硬齐嘛 马超解放品什么敢碰我生气灵敌啊 原来还真打得过 那么我是高尖的不才 我们下期再见